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反射型XSS攻击 那这个反射型的XSS攻击呢 基本上就是使用者有浏览到 然后呢有key到资料 他会回传做一些立即的反应 所以呢他这是 这个反应回浏览者的那个页面上 所以对伺服器本身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二一使用者呢 诱导比如说我在网页上面加入一些特别的东西 让使用者去点击他 那他就有可能造成这个网页上产生一些风险 那这样的XSS攻击呢 可以修改URL里面的参数 然后把这个结果呢反射在这个页面上 让使用者去点击他 比如说他这个查询呢 或者是使用者登录的地方 那你可以透过这样的形式来窃取受害者的这个cookie 那我们刚才有介绍过cookie呢 他就是储存很多使用者的一些账号密码 或者是一些关键字之类的 那再来就是进行这个网路钓鱼骗 进行骗诈骗骗取使用者的资料 那XSS刚刚讲的这个反射型的XSS攻击 他的危害程度呢 不像持久型的XSS这么严重 因为他在在形成危害的时候就只有那一瞬间 就是你在连结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他并不会对伺服器本身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反射型的XSS攻击呢 他有可能透过URL上面的这个改变 造成系统的一些危害 那比如说使用这个特殊资源的编码 混杂的16进制编码 还有ESCAPE这些特殊的编码形式 让使用者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对的网址 事实上那一整串呢 是一段程式码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有可能就造成使用者不宜有他 点下去之后反而倒数 造成一些资料的外泄 这是一个测试的范例 各位可以看一下 假设我们在某个站台还有一个search.php档 然后在因为是搜寻 所以他会有个关键字叫key key后面就是你使用者输入的资料 好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有可能就是他会回传新的页面里面 还有很多其他的连结 那你就会发现这些连结上面 也都带了这一串的这些你刚刚加入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写程式的时候 可能没有注意到造成这些漏洞 好所以呢 各位可以从这个网页上面 你去看那个这个原始码 那原始码上面就会发现 像你有可能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加上去 使得在网页上就多了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是在使用者 比如说我在设计一个连结 让你点的时候 在连结上面就加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看到的页面 不完全是这个你单纯从网页上去浏览的时候 点击出来的结果 而是他后面带了一些其他的资讯 在这边就会造成一些危害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潜藏的风险 那大家在看网址的时候 如果那个网址看起来特别复杂 那还是小心为上 尽量避免去点击它 好 那我们接下来测试一下 什么叫储存型的这个XSS供给 那储存型的XSS供给呢 因为他会写到资料库 那为了减少这个设计的时间 跟展示的一个这个速度 所以我们就利用网路上存在的一些 不错的资源 他提供一个环境 让大家去试试看 顺便了解一下什么叫XSS供给 那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要把资料写到资料库去 所以写到资料库去之后的结果就是 他会一直在资料库里面 当其他的浏览者他要来留言的时候 他就会把你之前写进去的 去影响到别人 所以他危害会比刚刚讲的反射型XSS 更来的 来的更严重一些 那各位呢 不妨呢连结到这个网站 那这个后面Level2的部分 你不要直接去 去到Level2 因为Level2 如果你到Level2他会告诉你说 从我的记录里面 你Level1都还没有过你就要测Level2 这个是Level1的部分 然后呢 这边有一些介绍 他就告诉你XSS供给的游戏 他是要做什么事情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点进去玩 好那这边就出现一个假的网页 那你看一下这边说 你的查询的条件是什么 当然你可以随便打 但是他这边就是基本上 他就是做 XSS供给的演练 所以在这边 你就可以打上什么 Scrip Scrip 然后呢 Alert 挖号 然后里面E这样 再加分号 再来斜线 Scrip 这样子 好 然后按Search 他就会跳出一个 这样的一个弹跳四双 告诉你说 你刚刚输入的这个E呢 跳出来 然后Sorry 没有这样的打 没有这样的一个查询结果 但是他已经run了一个程式 在这边 OK 他就告诉你说 你通过这一关了 你可以往下一关前进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留言板的样子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些留言板 他真的是留言板 那你就点一下 真的是可以留言 这样就可以留言 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页面上 有什么好玩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输入Test 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储存起来 这就是留言板的一个功能 好 那假设我们留的不是这个文字 而是一段程式码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什么 image src 然后呢 on error 就是如果说 我在读取这个影像的时候 出现错误的话 我就执行 本来是要显示错误讯息 可是这个错误讯息 里面我把它打上是什么 执行一段程式码 看到有什么样的结果 在这边 假设呢 我们用image src 本来有东西 然后我忘了打 我刻意忘了打 on error 当错误的时候 我本来是要错误讯息的 可是我却把错误讯息写成什么 额勒 括号 我故意打上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那是image呢 所以它后面的这个tag就是长这样 然后我们就把它当作留言的部分写进去 结果你会发现说 哎 它 javascript被执行的 为什么 因为它这段字就出现在这里 然后它留言上面是没有东西的 所以代表说它已经造成什么 它已经写到资料库没有东西出来 可是它去执行了某一段程式 那就看你加害者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就是它的一个执行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站台 很建议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再来呢 怎么样去避免 就是在开发过程里面 大家要尽量按照这个正确的开发原则去开发 尽量避免让使用者有机可乘 那也不要出现可以输入代码去做这个 其他的行为 所以呢 针对HTML里面 不可信的这些数据呢 要进行编码 比如说这个双引号进来的时候你就把它编成 你做到这个资料你就把它编成一个代码 叫做and 加个分号 然后呢这个单引号呢就and然后sharp X27 我用这样的形式来代表 那小于的话就是andlt分号 以此类推 所以所有收到资料呢都用这种形式的取代掉之后呢 他就不会变成 程式码 就不会变成程式码 所以就不会被执行起来 他顶多就是显示那个东西在那边给你看 所以这样子的形式呢可以避免 在你输入 资料里面 含有程式码的情况底下去危害到 这个使用者 所以这个是 大家在开发网站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个过滤的一个动作 再来就是确保白名单 比这个黑名单 更好的一个 结果 他的作用比较好因为黑名单那其实名单比较短 所以他比较好过滤 那白名单的话虽然 这个每次要用都要去申请 都要去 确认这个是不是合法的使用者 虽然比较麻烦可是这样安全性会比较高一点 再来呢使用UTF8 这个默认的这个制服 这个 资源符号 来这个 当作预设的这个编码 这样安全度会比较高 除此之外呢 要使用者使用这个http黑的 的这些设定 来做 这个网站的防护比如说 在http的黑的上面我们刚好提到一个叫 X XSS XSS的这个 保护 然后呢他的只是带1 就是启动他的保护 那当有这样子疑虑的网站出现的时候 他的模式就是block 把它挡住 镜子 再来就是有这个 Frame 开启 那Frame刚刚讲过他有可能是 可以把整个网 网站的页面 去把它覆盖掉 让你看不出有其他的异样 像这种呢如果有用到Frame的都把它做什么 拒绝掉 我这样安全性就会提升 那除此之外还有内容安全性的 原则 那 预设只能SRC就只能 就是什么 在自己的这个站台上去做 这样子 那再来设定他的 Cookie KeyValue 那http only 这样的形式呢可以增加他的 安全度 因为他会限制JavaScript没办法去 访问http only的这个Cookie 就这样子 那再来呢我们来 提供给各位一个网站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这个是Akunis Akunis他所架的一个站台 那这个站台呢在使用的时候呢 你连过去看 在这边 Akunis GasBook这边输入这一串的话 你看看他要执行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基本上他应该是 照道理讲他应该只是 留言而已 留言但是呢我却不是留言我是 加了一段程式码在这边 把他当作什么 当作留言丢进去 好那这样子呢 加进去之后他其实就会在里面 长有什么 一段的这个Core 所以各位可以去查查看我们刚刚加入Google 其实他 在网页上虽然看不出来但事实上他已经被加进去 在他留言板里面 所以这就是 有东西加进去 那如果说他是有动作的 他就会 被凸显出来 好所以 透过 这个 原始码的 检视的话你可以看 在留言板上面的确多增加了一笔 那个是一个程式码的部分所以在网页上看不出来 他再来看一下 Browse Category 看一下目前有哪一些 这个 类别 好那在这边呢假设 我们在 Browse Category的部分呢 我们这边输入的是一段 程式的这个 JavaScript的Core 看一下 好那我们这边 然后在这边呢贴上 他有这几类了 然后我们丢这个 这个双银他可能要改一下 然后按Go 好那他就会弹跳出这样的一个成 这个提示讯息 所以这个网站呢存在着什么 XSS 的这个漏洞 当然这是刻意流的啦 现在很多网站基本上已经避免耳乐 这样的一个 操作 所以呢 你在写网页的时候的确是要做一些相对应的处置 包含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在 这个 Test.php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 防护 这个 XSS攻击的部分关掉 所以他才有办法显示这样的结果让我们看 那再来 你可以在这个留言把里面做这样的 动作 一样你可以看到一个弹跳视窗出来 提醒你这个讯息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在 留言板里面加上一个 Java script 然后 Alert document.cookie 好那你会发现呢 再加 加上这个 因为我们在测试的时候这个站台上面我们没有留任何的 Cookie 所以呢 好像没有东西 好那这边呢是透过 Java script Alert把这个Document里面的 Cookie显示出来 那因为这个站台呢就是让人家玩的所以他本来也就没有什么 所以 点他的时候他会弹跳一个东西出来那因为Cookie是空的所以没有什么内容 假设 这个呢是存在着一般使用者有存在 记录Cookie的网站的话 那 只要别人去点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这个Cookie在上面 就会抓到一些相关的讯息 所以这样就会造成一些资料的外泄 那再来就是说 你可以透过 看他的这个Source Code可以看到 有一段程式码被加在里面 那另外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过的用Image这种形式然后On Error 当错误发生的时候我就做什么事情 那本来是要提示讯息说这个网页这个图片不存在之类的问题 但是呢因为你变成是这样的形式 就会 造成在 这边 他有个破图而且他会把Cookie显示出来 所以这边也是会带来一些危害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去 假设一个骇客他要去抓取使用者的Cookie 方法有很多 那这个问题呢你会发现好像就是网站他提供留言板 跟查询在 抓资料的时候没有做进一步分析造成的一些结果 所以几个重点 第一个 就是你 在 搜寻或者是留言板的时候 进去的资料我都把一些大鱼双鱼 和单鱼 这些东西 切换成代码 用代码的形式能做储存 得到 比较好的一个安全保护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要去把这个XSS攻击防护的工具把它打开 这样才不会做后续的这些影响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刚刚执行的结果 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 Source Code里面也可以看到被植入了这一段的这个Code 好那另外一个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些检测工具 针对一些站台啊是不是有一些XSS攻击的问题 有这样的一个工具可以用 那Paras这个 软体已经很久了 所以 在比较新的作业系统 跟Java JDK版本下 没办法正常运作 那如果说你的电脑是 这个作业系统比较旧一点 JDK装的版本比较早期一点 也许你可以去玩玩看 因为他是用Java写的 所以用的JDK JRE版本要旧一点 那我最近下载的 安装之后呢没办法执行 因为他 跟JDK有关 所以没有办法顺利执行 那他是属于黑箱测试了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黑箱就是你不告诉他任何资料 那他是透过他所能够接触的部分的进行做 处理 那他的使用作法呢是以 代理伺服器的概念来做 所以当你把它 运行起来之后 接下你的浏览器或者作业系统的部分要去设定 他的代理伺服器是本地端 的这个Local Host 他的Pore呢是8080号Pore 所以呢你要把这个所有对外的连线呢 透过代理伺服器 什么叫代理伺服器呢 就是Plexi P-R-O-X-Y Plexi Server 用他来代理你去抓外面的资料回来 所以用这样的形式呢 把资料 做这个 监测 因为都经过他 所以他有办法做监测 监测过程之中 怎么样设定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 8080Pore 然后呢 你就把他设定完 那位置就选Local Host就可以了 当然前提是你要有把Plex 执行起来 然后执行起来假设有成功执行的话你会看到的画面是长这样子所以他会监督你每一个 这个联通 那个网页上的这个连线 他都被 追踪 然后呢你也可以透过Spider 针对某个 各位可以看一下前一页 底下这边有个Spider 透过蜘蛛呢 爬虫去爬某一个特定的站台 所以你可以给定他 站台资讯 他就去帮你爬 爬完之后产生一个报表 他告诉你上面是不是有一些 漏洞啊或者是有XSS供给存在的危机呀 都会把它整理的 很清楚 那另外一个呢 是一个 不错的工具 叫做Live HTTP 黑黑的 那这个呢是在Firefox上面的一个 套件 那我看了一下在Chrome上面也有 各位可以去安装看看 那各位呢如果用火狐狸的话 去安装 这个套件 安装套件的方式呢就是你去 点右上角 他有一个 展开 看一下 其实可以从这边 看到好这边点开然后有一个 Advance 这边 Advance这边呢你就可以去寻找 Live HTTP这个 功能 然后你去安装他之后呢他就可以去 帮你监测那这个跟投影片上看到的版本 不太一样 因为现在的版本比较新 那你去安装他之后呢要重新启动Firefox 然后他就可以开始监督 你所有的连线 然后上面呢有一些 这个repair的动作 这个 透过这个套件呢可以去监看你的资料的传送 甚至呢如果你的资料是不加密的 HTTP 来传送资料上面也会 明文载着你传送了什么资料出去 这样好那你可以去点点击里面的资料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传送资料是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从这边其实可以看到这边所有的连线 我这边按 送出 到我的Test PHP 显示资料在这里 那各位可以从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是Test.php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是传送资料的样子 那传送的哪些东西 那你如果有post 我接到post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 这边呢就是什么你可以假扮他你不是从 前一页来送你可以从这边 改资料 然后再send一次 那资料就变了 所以这是resend 那这是旧版的截图 可以看到一些资料那这边呢可以填入测试资料在这边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些 相对应 的这个结果 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 网站技术呢不断的在进步那很多网页系统 已经取掉了原本的公司内部的系统 那也正因为这样子 所以网站上面的网页功能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 在开发网页的时候 要自我测试一下系统是不是安全 避免呢外界透过这样的形式来捞取公司内部的资料 那有一些 测试工具 大家可以去装来试试看 尤其是当你在开发过程之中 遇到一些 安全上的疑虑的时候可以自己先测试看 是否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另外再介绍一些 在练习的时候遇到的状况就是 像Chrome他在 开网页的时候 刚刚讲过我的网站呢是在这个 我自己家的VM上面执行 但是他这个POR不是原本的POR 不是80号POR那新版的Chrome跟Firefox 这些 目前都有针对非正规 非正规POR 做阻挡的 动作 所以他就会出现一个unsafePOR的问题 所以我在 加这个POR的时候呢就会造成 我怎么会连不到网站 事实上他明明就运行 那后来查了 一些资料之后发现 这是 新版的上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阻挡 动作 那怎么办呢 就上网 Google了一下 那跟各位分享几个网站 各位可以去 查查看 像这个站台他就有告诉你怎样去fix unsafePOR 这个是 阻挡的时候他跳出来的讯息 Chrome 在阻挡的时候 的讯息 然后呢 他就像这样的页面 这是个哭脸 然后告诉你这个网 这个POR是不安全的 所以他不开 所以你有几个做法 在微软底下的做法就是你去找到 这个 按这个 Chrome的标志 然后按右键 出来 Chrome 然后再找他的properties 就是他的这个 属性 然后进来之后呢 你在 他的这个设定档上面 再加上这一段 那这个叉叉叉的部分就是你要开放的POR是什么 你要开放的POR是什么 所以 Runch的样子有点像是 按右键 出来这边Chrome在这里再按右键 然后有个properties 点开 点开之后呢你就 本来这个只有到exe 那你就把后面再加上去 然后把它加上去之后apply 然后ok 你就套用然后ok之后再重新开你的Chrome 你的网页就可以看得到了 所以这个呢是在使用的时候遇到这个 你的POR 不是正规的POR所造成的这个阻挡的动作 那你可以用这种形式去 操作 那未来呢假设你已经 这个练习做完之后 那记得要把它改回来 所以 这个刚刚讲的那个 加上后面参数的那一段 记得要把它删掉 才不会让你的这个网页在 开启的时候 刚好碰巧有一个恶意的网站也是用这个POR 就会 造成你的这个网页开启 那以上呢是这个 XSS攻击的一些 内容分享 亚 MING PAO CANADA CES